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十分强势的女人 性格呢 泼辣 也正是因为受不了她强势的性格 王亮爸爸呢 才与她离了婚 而跟着妈妈长大的王亮呀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妈宝男 在他的眼里 妈妈的话呀 就是真理 高中毕业后的王亮呢 在县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虽然呢 工资不多 但工作呀 还算轻松 后来 王亮经过同事介绍呀 和琉璃谈起了恋爱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两个人计划着要去见家长 为了能够给未来婆婆留个好印象 琉璃啊 特意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画上了精致的妆容 她还精心的呢 为王亮妈妈挑选了营养品 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未来的婆婆竟然会这样对待她 王亮带着琉璃到了她家里 琉璃啊 礼貌的对王亮妈妈寒暄 但是她妈妈呢 不仅对琉璃爱搭不理 还摆出一副很厌烦的样子 吃完饭之后呢 王亮妈妈呀就喊着王亮 悠醒地到一旁看起了电视 只留下琉璃一个人在那里收拾碗筷 王亮妈妈的反应呀 不禁让琉璃心生疑惑 事后她问王亮 为什么你妈妈对我的态度这么冷淡呢 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呀 王亮也只是回答说 自己的妈妈呀 很好很亲切 是王林想多了 听了王亮的话呢 琉璃也没有再多想 而另一边 王亮妈妈对王亮说 你这个女朋友我不喜欢 你赶紧分手 王亮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很喜欢琉璃 不想放弃她 又不想违背妈妈的话 正当她左右为难时 琉璃告诉她自己怀孕了 这下王亮是又惊又喜 她告诉了妈妈琉璃怀孕的消息 虽然王亮妈妈看不上这个未来的儿媳 但她为了能尽早抱上孙子 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不久之后呢 王亮就在城里 按揭买了一套小房子 作为两个人的婚房 而且尽快和琉璃举办了婚礼 怀孕后的琉璃啊 孕期反应十分严重 还好老公王亮对她疼爱有加 所以琉璃感到特别满足 但是琉璃的舒服日子还没有过几天 她的婆婆呀 就要以照顾琉璃的身体为由 搬到了他们的家里 琉璃呢 虽然不愿意和婆婆住在一起 但婆婆呀 毕竟是自己丈夫的母亲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但是自从婆婆来到他们家之后呢 王亮对自己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她变得冷漠无情 也不再精心地呵护琉璃了 而他们夫妻出现了这种问题 都是言于她的婆婆 虽然婆婆嘴上说说来照顾琉璃 但是实际上呀 她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每天呢 都是怀孕着琉璃 在做饭 洗衣 刷碗 拖地 婆婆还嫌弃 琉璃做饭不好吃 洗衣服不干净 琉璃呢 受不了婆婆的挑三拣四 于是呀 找丈夫王亮诉苦 但是 没有想到的是 王亮不仅没有安慰琉璃 还指责起了她 咱妈年纪大了 她就应该想想轻浮 你是儿媳 你还这么年轻 作家我不是零所应当的吗 琉璃第一次觉得丈夫这么无情 她反驳道 我怀着身孕呢 你妈还让我干这干那的 根本是不把我当人看 琉璃这一激动就动了胎气 王亮吓得赶紧将她送去了医院 后来呢 医生告诉王亮 孕妇呀 因为劳累过度和心情激动 导致了流产 就是呀 琉璃的孩子没有啦 琉璃出院回到了家 不因为婆婆呀会理解自己 刚刚失去孩子的痛苦 但没想到刚回到家的琉璃呀 就遭到了婆婆的大骂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把我好好的孙子弄没了 虚弱的琉璃没有理会 泼妇一般的婆婆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独自伤心 自从孩子没了之后 王亮对琉璃也不体贴了 婆婆对家 也是更加的不友好 琉璃在婆家的日子 非常的难过 这一天 婆婆刚从公园溜湾回来 她刚进到家门 就指着琉璃的鼻子 开始骂道 儿媳你看看你拖的地 这拖的跟没拖一样 不会干就别干了 琉璃呢 这次不想忍心吞声了 她说 您要是觉得地不干净呢 您就自己拖吧 婆婆看到琉璃 竟然还嘴了 她气急败坏地骂道 你个扫把心 你把我孙子提还给我 婆婆一提到孙子 琉璃就气不打意出来 她怒得道 我之所以流产都是因为你 你心里没数吗 说完呢 琉璃就收着行李回了娘家 回到娘家琉璃 和父母诉说 她在婆家的委屈 在父母的支持下 琉璃呢 和王亮离了婚 离婚后的琉璃呢 终于解脱了 她慢慢走出 失去了孩子的痛苦 而且还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但是 离婚后的王亮呢 却过得很不好 她因为那一场车祸 导致一条腿 落下了残疾 公司呀 也辞退了她 王亮妈妈呢 为了以后能够有个人来照顾儿子 也试图呀 给儿子安排了相亲 但别人都看不上王亮 无奈之下 她给琉璃打了电话 以前呀 是妈不好 妈太不讲理了 现在 我跟你道歉 王亮现在受伤了 需要人照顾 你要是愿意 和她复婚吧 琉璃呢 知道婆婆的道歉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她没有回复 就挂断了电话 后来 王亮又给琉璃打来了电话 我妈都第一三下 四跟你道歉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不和我复婚呢 我知道你现在还放不下我 赶紧和我复婚吧 我等着你呢 琉璃在电话的另一端 笑出了声 她只回复王亮三个字 我已婚 说完 琉璃就果断地挂了电话 得知 前妻结婚的王亮惊住了 她没想到 前妻竟然已经结婚了 此时她心里 只剩下无尽的回忆 这个故事中呢 琉璃是个十分勇敢的 她感愿离开那个 懦弱的丈夫和刻薄的婆婆 能够勇于 寻找自己的幸福 这样的人生态度呢 值得我们敬佩 但是依然有些女人 还保守着家庭的折磨 她们战战兢兢 懂事善良 为自己的家庭操碎了心 却依然得不到 家人的一句赞赏 这样的女人 不禁让人 为她感到心疼 爱呢 是相互的 尊重也是相互的 婆媳本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为什么还要针锋相对呢 所以说 身而为人 一定要保持善良 善待别人 也就是善待自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